我听到 那小鸟歌 有什么地方听过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原因被关在这里 只记得自己是一名正在实习的外科医生 而在他的脑海中 时常会响起一段诡异的摇篮曲 然后浮现出一连串奇怪的画面 就当他在牢房里坐下的时候 那个声音又在他的耳边回响起来 顺着这个思绪 他回响起那个画面 在海面上的一座礁石上 一个奇怪的老头不停地跳动 做着古怪和不可名状的动作 然后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面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 他原本正常的人脸 时不时就会变成一张可怕的鬼脸 就是这个画面和曲调 一直在困扰着广介 以至于他不知道 自己是否真的变疯了 这点晚上 广介注意到一个光头男人盯着自己 这样他感到不安 且烦躁了起来 于是大声质问着光头男人 他的大喊大叫引来了看守 在被注射了一针麻醉剂后 他就晕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 光头男人走进了广介的房间 对他发起了攻击 广介起身反击 杀死了光头男人 正当他感到疑惑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唱歌 那首歌的曲调 正是他脑海中不断出现的摇篮曲 广介决定去弄个明白 他翻出京城病院 来到了街道上 很快就发现 歌曲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唱的 广介走上全询问他这首歌的来历 随后便哼起了摇篮曲的调子 有人感到很惊讶 他身边并没有人知道这首歌 但广介却对此很熟悉 于是二人继续交谈起来 广介通过对话得知 女孩名叫初代 是一名马戏团的演员 但是他同样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以及他家人的信息 就在广介想跟初代 描述自己看到的景象时 追查的人赶过来了 于是他只好和初代约定 明天再见面 然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 两人又在马戏团碰面 广介把话交给了初代 初代对画面上的地方感到熟悉 并且他很确定 这个地方就位于海边 而关于那首歌曲 初代回想起来 马戏团的另一名团员也曾听过 但是他已经被老板开除了 然而话音刚落 初代就被人刺中并倒下了 广介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刀子 却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更糟糕的是 因为他拿了这把刀 还被误认成了杀害初代的凶手 带着更多的疑问 广介决定前往海边 查明事情的真相 为了躲过通缉和追捕 他还对自己进行了伪装 在乘坐火车的时候 广介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报道 孤田家的继承人 袁三郎因为不明原因而死 而照片上的袁三郎 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 这让广介又有了新的疑惑 广介来到了 孤田家所在的镇子上 向一家按摩店老板娘打听消息 老板娘告诉广介 孤田家在镇上很出名 但主人张五郎是个奇怪的人 不喜欢和外界来往 和妻子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岛上 还在岛上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正是袁三郎 广介又继续询问老板娘 有关孤田家的事 老板娘又说 他们家投入了许多资金 想要把那座荒岛变成一个乐园 广介按摩脚步的时候 老板娘发现 他的脚上有一个疤痕 而袁三郎的脚上又一个一模一样的疤痕 说到这里 广介又开始思考起来 于是他决定要以假乱真 将自己的身份转变成袁三郎 广介撬开了袁三郎的墓 穿上了袁三郎下葬时的衣服 第二天扮成袁三郎的广介 躺在了一座寺庙前 被两个僧人发现了 僧人不确定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于是将他带回庙里 请来医生鉴定 得到的结论是 袁三郎还活着 现在他重新恢复正常了 于是广介借助袁三郎的身份 顺理成章进入到了孤田家 但他时刻都非常小心 以防露出破绽而被发现 因为诊断报告上说 袁三郎的情况是暂时性休克 于是广介假装虚弱的样子 躺了好几天 先带子每天照顾着自己的丈夫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个丈夫是假扮的 一天晚上 广介觉得时机成熟了 于是便开始活动起来 在房子里寻找着 能够带来线索的东西 找了一会之后 广介遇到了奶妈 奶妈正翻看袁三郎的照片 回忆着以前的事 于是广介也跟着一起看起来 通过照片 广介发现袁三郎是左撇子 于是他之后便改变了自己的惯用手 可当他看报纸时 仆人发现他的眼睛是正常的 广介察觉到了不对劲 故作镇定地叫仆人 给自己拿来眼镜 当广介走到外面散步时 家里养的狗朝着他扑了过来 广家直穿费了不小的力气 才将他带走 广介又意识到 狗是可以通过气味 认出自己的主人的 现在他已经引起痴穿的怀疑了 没过多久 广介遇到了更多的麻烦 千代子认为丈夫聘了个人 对他非常冷淡 而除此之外 仆人静子也开始勾引广介 为了不引起怀疑 广介一边安抚千代子的情绪 又在晚上去了静子的房间 和他保持亲友的关系 这一天某个公司的老板 来找姑田加签合同 和假冒的主人的广介 不会用左手写字 于是他故意碰下了茶杯里的水 破坏了合同 到了深夜 静子又在床下发现了一封信 上面记录了他和广介的不正当关系 静子对此非常害怕 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房子不对劲 第二天 千代子也发现了同样的信 之后怪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 静子和另一名仆人在洗澡时 遭遇了两个丑陋的人 两人吓坏了 广介追出去以后 那两个怪人就不见了踪影 再后来 千代子突然感到痛苦 并离奇的死亡了 广介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正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 之前的怪人又出现了 广介追了过去 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人 当他回到屋子里的时候 耳边又响起了熟悉的摇篮曲 他顺着歌声来到了一个阁楼上 看到奶妈正在唱歌 广介向他询问这首歌的来历 奶妈却说 这首歌他以前经常和自己一起唱 然后广介又发现了旁边的一幅画 这是自己之前脑海中看到的海岸和礁石 于是他找到智川 要求前往那座传说中的小岛 智川告诉广介 那座岛与外面是隔绝的 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过去 但广介坚持要去 于是第二天 广介在智川和镜子的陪同下 乘坐由家丁星级操纵的小艇 前往远处的小岛 到达小岛的海岸边后 广介感觉这里的景象似曾相识 自己以前好像来到过这个地方 而之前那个做着奇怪动作的老头也出现了 老头对广介的到来感到不满 但广介却说自己有很多问题 需要得到他的回答 并且提出要见父亲大人 在进行了沟通以后 老头还告诉广介 这次对话除了他们两个 不能有任何人知道 之后老头带着一行人向小岛的深处走去 他们来到一片阔地 一群外形试人 行为却像野兽和动物一样的生物 一面朝几人的方向移动过来 后面还有两个人在驱赶着他们 而岛上人的样貌都非常奇怪 如同土著人一样 在乘船过河的时候 众人还看到了更多 不知道试人还是动物的生物 当他们来到一个山洞里的时候 里面的人开始跳舞迎接他们 但广介并没有心思去看 他还要查清楚 这一大堆事情背后的真相 于是他独自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当他走到一片树林的时候 又听到了那首摇篮曲的旋律 广介顺着歌声 在光潜一暗的房间里 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女人告诉广介自己叫秀子 但他和正常人不一样 而且无法离开这里 广介正感到奇怪 秀子突然转身过去 他的背后出现了一个面目全非的男人 广介走上前去查看 发现秀子和这个面目全非的男人连在了一起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 像他们这样的异性连体人 这时老头走过来叫住广介 是要带他去看更多有趣的东西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充满了外貌扭曲的人 见到老头走过来时 还做出了怪异的动作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正常人 老头告诉广介 是他将这些人转变成了这副畸形的模样 他又让畸形人受到过的痛苦 同样出现在正常人的身上 广介认为这一切根本不可理喻 旁边的人又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 他和一道而来的人们 谁也不能离开这座道 他们都将被奴役 并被转变成畸形人 广介又问到谁来做这种实验 老头回答说 袁三郎的弟弟 他把袁三郎的弟弟送到了东京 去学习手术外科 就是要等他回来以后 完成机器人改造的手术 广介继续追问 得知老头和一个马戏团的老板有过交往 他让马戏团老板把那个弟弟抚养长大 并送到医院工作 这时广介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和死掉的袁三郎是亲兄弟关系 而面前这个丧心病狂的老头 既是他的父亲 也是沽田家的主人丈武郎 广介告诉丈武郎说 他不会让这个疯狂的计划得逞 丈武郎居然掏出了一把手枪 说任何阻碍他的人都要死 于是广介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他不是袁三郎 真正的袁三郎早就已经死了 同时 他将自己经历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丈武郎 得知眼前的人才是自己精心培养的人 丈武郎开始命令广介 让他按自己的要求去进行人体改造 广介只能先答应下来 不过他提出要求说 要把袖子和那个面目全非的人分开 丈武郎带他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屋子 让他在这里进行手术 在广介的努力下 袖子恢复了正常 也对广介产生了爱母之心 于是丈武郎决定带广介和袖子 去见他们的母亲列子 列子被锁在了一个山洞 他看起来非常的销瘦和虚弱 丈武郎开始回忆起以前的事 他和列子原本是一对夫妻 但因为他的相貌丑陋 而且身体存在缺陷 遭到了很多人 包括列子的厌恶 他按照列子的要求下 雇佣了他的堂兄林田做管家 然而某一天晚上 他发现列子竟然背着自己私下和林田偷情 在悲愤交加之下 他决定对两人进行报复 于是 他起来智川作为新管家 还找来了自己的远房亲情静子 等到列子分明之后 他将列子和林田带到了岛上 并将他们禁锢在山洞里 自生自灭 林田因为体力不知而死 虽然列子靠着毅力活了下来 但他还是会受到丈武郎的折磨 之后列子又产下两名女孩 他们正是初代和袖子 丈武郎又找来一个丑陋的妻婴 将他贴在了袖子的背后 这便是袖子会跟丑陋的人连体的原因 袁三郎和广介在这次岛上 长到了三岁以后 被分别送到了孤田家和马戏团 在这之后 广介就被送入了医学院进行学习 于是就有了后面发生的事 丈武郎生完以后 又开始强迫广介 为他改造连体人 否则就将他和进来的人 关在山洞里直到死掉 智川和静子一听吓坏了 向丈武郎求饶 称这件事和他们无关 但是丈武郎很清楚 智川对自己并不忠诚 甚至想派人杀死广介 另外他安排的眼线 也发现了智川和静子的不正当关系 就在此时 星吉走进了山洞 来到了几个人的面前 将自己调查清楚的事 也都说了出来 原来星吉并不是干活的仆人 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私家侦探 他最近一直在调查 智川所在的东洋公司 这家公司的招聘宣传 刊登了10天就被撤销了 因此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前往这家公司进行走访 得知了公司曾招聘过许多女性员工 而就在几天之后 开始出现了多名女性失踪的案件 这些女人都被送往了这座岛上 成为奴隶 智川还买通了精神病院的管理 将那些女人囚禁在一个房间里 而广介也被关进了同一个精神病院 还差点被智川安排的秃头男杀死 在广介反过来干到对方便出逃以后 他遇到了初代 并向他打听线索 但智川暗中偷袭 用飞刀杀害了初代 而星吉根据马戏团老板 来自海边的线索 来到海边进行排查 他觉得 袁三郎的复活非常蹊跷 于是查看了他的墓穴 发现袁三郎的丧服不尽了 为了查清真相 他以做工的身份为掩护 潜入了孤田家 发现了智川和静子 企图谋害主人的阴谋 二人在广介和千代子睡觉时 爬上了房梁 将涂了毒药的线 从高处放到两人的面前 他们本想毒死广介 却失手害死了千代子 而之前的恐吓性 也是他们一手策划的 他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独自霸占孤田家的财产 听到这里 张武郎顿时恼羞成怒 决定对二人做出惩罚 智川和静子感到害怕 而不断后退 结果一不小心落入了水池中 他们被淹死 这是时间问题 然后张武郎又转向广介 要求他做出一个 独一无二的连体人 但广介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 于是张武郎将枪口对准了广介 又发现枪里面没有子弹 原来子弹早就被星级取出来了 张武郎见识不妙转身跑了出去 星级追了上去 而广介带着袖子和烈子逃离了山洞 来到外面 张武郎威胁说要炸掉整座岛 星级一再对他进行劝说 告诉他悲剧已经发生 所有人也都因此受到了惩罚 但不能再让更多的人因此受害了 这时烈子也赶了过来 向张武郎忏悔自己的错误 最终张武郎原谅了他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广介和袖子在打破血缘的禁忌 成为恋人以后 决定让他们的感情被永远记住 随后也一起殉情了 一切最终又恢复了瓶颈 并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影片展现了大量怪诞和猎奇的场面 可能是受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很多效果看起来略显粗糙 不过想法还是蛮猎奇的 人与动物的奇怪结合也是蛮中口的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原片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师姐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